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洞式天璣 身邊還有唐宗盛師傅話說,王大仙靈簽 師傅我們馬上就跟大家介紹這個第20籤 這支是怎樣的籤文 拿到這支籤的朋友一看是中平 很多人都這樣看這個藝相上 中平一般 但我們看完這個故事 你會發覺其實挺好的 他的尖嚴古人是雪梅招親 雪梅不是普通女生 是公主 他不是比武招親 而是比文招親 他扔了一個上聯 上聯是太極電前三尺雪 然後是廣暴天下 最後是給了一個廣東才智 靈機一觸 用港韓功女一枝梅 對得剛剛工整 最後是招圍駕馬 最後都是成山成堆 是的 這個故事是佳有天成 結果是美滿 所以中平好像委屈了一些 中上的應該都是 所以他第一句是天上鮮花難聞眾 就是講梅花 港韓功是月亮 梅花人間有 不過是借自天上 就拿了這個故事來 開了這幾句的籤文 所以《求財》這支最好是問什麼呢 其實是問合作 為什麼好呢 因為大家各有所長 旗鼓相當 合作又愉快 得益 效益就會比較好 做生意就要去密釋 穩定合作者 事業都好 因為廣報天下馬之父馬 有能力者 而能者居之 就是說各個人都可以有機會發揮 只要你有能力 那你的財就可以融了 所以就要留心 有沒有升職的機會 去表現自己 譬如這支籤 有沒有我們講到桃花的意象 有姻緣 有姻緣 正姻緣 即是好的 對 如果問姻緣 不是普通的 銅明黃柔月殿 很多的眼花聊天 比較專一 所以問姻緣是成就的 所以這支是不錯的 因為姻緣簽非常之和諧 結婚好嗎 好 恭喜你 非常之好 即不是很多很好的姻緣簽 對 平時我們之前看過一些 說中評的 都是一些比較差色 甚至有些中吉的簽 都不是太好 但這支中評的簽 似乎都不錯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內容 如果沒有拖拍怎麼辦 你不用怕 因為千里姻緣一線 因為那個才子是廣東的 公主是安南的 很軟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現在會不會有象徵 容易有異地姻緣 會不會這樣 對 沒錯 大家要花點心思 要想對一下對戀 對嗎 讀書也好 順順利利 家宅有喜慶 可能有結婚的喜事 結婚生日也可以 看看是甚麼 都是開心的 問病又平安 沒有大礙 可以放心 自己 如果是自身 不怕 沒有兇獻 沒有官司 還有其餘 對 總裁說 這支中評的簽 也不錯 但21簽 一支中吉的簽 這支簽又怎樣 看表面 好像中吉應該比中吉 對 是否真的好呢 這支都是好簽 不過這支好簽 不是順理成章 而是水道渠成 有一種小小的硬來 不可以薄 為甚麼呢 他又說甚麼呢 武則天賞花 武則天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中國 一個只有他 一個女皇帝 都是很出名的 但這位女士 其中一個故事說他 是甚麼呢 就是冬天的時候 就去賞花 御花園 但冬天沒有多少花 老實說 春天才白花齊房 但他是皇帝 他覺得他有這個能力 他激鼓催花 厲害 但感薄 他是可以的 即是白花仙子都說 給誰呢 你是皇帝 開始給你 第二個不行了 所以他最後那句 是美酒憑針且著涼 又可以了 當然是很開心 所以這支中吉 其實也不是中的 都很刺激 即是你又可以做一件特殊的事 要求特殊的事 又得到你要的事 對 是不可能的任務 沒錯 就是可以博 即是這支簽有意外驚喜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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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外之財 你做生意 所謂意外之財 即是非經常性收入 或是投資獲利等等 但可一 就不可在 見好就要收 為甚麼 都給你一次 都不會每次都可以 因為你違反自然 違反常規的事 是可一不可在 設計說一次 最亂賺這個成果 最後是得不償失 所以好之餘要留心 事業一樣 求急功都一時可得 手段雷霆萬鈞 很凌厘 但那位就錯不來 這就是先機 要好好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對 沒錯 即是非常修練得到的事 就要用平常的情況 再慢慢處理 至於問其他 例如家宅 就是 因為武則天女皇帝 她大了 所以女人大了 千萬不要得罪女人 她說甚麼就甚麼 否則都很麻煩 即是如果家裡有女主人 或者女上司 也要特別抗憐 要走走她 即是 平安為常 要不然的話 你頂撞她 就賺教 讀書也可以 不過要催谷 擊鼓 你催谷一下她就可以了 起碼要先得了一年 有得她自動自覺 有些是不行的 要求到這些簽文 小朋友讀書 就要留意 家長是可以的 做一些手術 危險的病 這些都是可以的 可以博得過 整體來說 整支簽都是吉障 對 但問題是 如果結婚就沒有了 千萬不要強勁 因為她沒有幸福 因為結婚是一輩子 她只是一次 那倒是 即是她可能只是一年 對 因緣簽也不是一個好簽 因緣簽也不是那麼多好簽 寧願就是難得 對 沒錯 好 現在道通天地的節目 網上都有得看 快點點進去 www.taoist.tv